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号 今天一早CNN就传出消息了 说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高级官员 根据他们的说法呢 美国议长佩洛西预计访问台湾 这句话一说呢 可以说悬着的那个靴子就已经落地了 佩洛西访问台湾再无悬念 台湾官员更表示说佩洛西将在台湾过夜 但确切的抵达时间下榻地点没有确定 但是我可以帮着大家做一个怎么说呢 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告吧 我们可以从佩洛西率领的六人国会团访问行程 南北两端来推算 南端一号访问新加坡 新闻报道说会晤了总理李显龙与总统哈利马 会晤了意思就是什么 就结束主要行程了 美联社引述第二个站点就是马来西亚 就说国会官员说佩洛西将在2号访问马来西亚 将会晤国会的下院议长 然后新加坡你还用了一天 是不是 马来西亚它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在这个中美对抗 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来说呢 远不如新加坡 新加坡用一天 马来西亚绝对不会用更多时间 2号天黑之前一定会结束 这就是形成的南端 那北端呢 形成第一站是韩国 韩国政府方面也有消息出来了 这说是佩洛西4号上午会到南韩和国会议长金正彪会谈 那么这么一算 3号整天就空出来了 出于安全 乘客休息与国事访问的体面 这因素考虑 佩洛西的飞机会在4号上午10点降落 这最符合外交的接待要求 马来西亚吉隆坡到韩国首尔飞行世界 专机飞行八个小时 也就意味着佩洛西如果从马来西亚离开 就必须是凌晨两点起飞 你大晚上你马来西亚谁去送飞机 然后让佩洛西一个82岁老太太坐红眼航班 你说合适吗 所以不会从马来西亚起飞 去韩国 所以最佳时间表应该是2号晚上 我刚才说的2号你就是要短于一天的访问嘛 结束马来西亚的访问 你要么在马来西亚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乘专机前往台北 航程六个小时中午到达台北 一起中午吃个饭工作午餐 下午进行会谈 晚上3号的晚上在台北下榻 第二天一早起飞去韩国汉城 这是一个水稻渠城的行程安排 另外一项选择就是不排除 就是你2号下午结束马来西亚的访问 当天晚上就离开 离开马来西亚 晚上到达台湾下榻台北 是吧 这样的会有更好的一个安排 就是整个3号的一个白天 整个白天的访问行程都在台湾了 这样就更加突出台湾的什么重要性 突出台湾是此次亚洲之行的重中之重 所以你只要细心 朋友们 你不用等待所谓官方消息 你就可以推断出佩洛西3号这天行程一定在台湾 我在星期六两天前的这个周末早茶里面 就让朋友们留意3号这一天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但是话说回来了 即便佩洛西来了 中国大陆方面更准确的说是 中共引导下的愤怒的中国粉红们都赢定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几个公众号吧 也颇代表了现在中共那些酸溜溜的中央一级的官媒 尽管他们没有这么说出来 通过这公众号说出来 这种类似的观点非常明确 逻辑非常混乱 那就是什么 佩洛西不论来 还是不来 中国都赢定了 那么中共军队是打还是不打 中国也都赢定了 那么这个混乱的逻辑判断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你看他说佩洛西不来 美国就是认怂了 连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外援都靠不住了的话 仅凭那个小小的孤岛 还拿什么来抗拒统一呢 所以中国赢定了 你看佩洛西要是来了呢 就说明美国国内民生凋敝政局大乱 所以这个佩洛西不得不冒险出走台湾 来转移国内政治危机 他又说说美国既然他来了 他就打破了战略平衡 意味着中共可以加快统一步伐 现在可以拿佩洛西开刀练兵 是一个好机会一件好事 所以美国看来是越来越怂 所以中国还是赢定了 大家看出来了 这个混乱逻辑推理的关键依据是什么 判断美国已经怂了或者是正在怂了的假想设定 我们知道哈这个美国国会台湾关系法 台湾Triple Act是2018年3月16号川普总统签署通过的 通过之后呢重启了美台高层官方互访机制 2021年初美国国务院放宽美台官员来往限制 等于是从立法到国务院这个政策执行都有了现实依据 然后再到今天佩洛西实现高层访台 之前咱们大家知道这个议员呢已经来好几次 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去过 是吧 那么佩洛西这个级别高层访台只用了一年半时间 对不对 说来就来嘛 那反观中共叫嚣解放台湾 从叶飞备战折戟古宁头 一直到今天整整过去72年了 都熬死了两代中共党魁 所以他也没有承兴 也没统一 前一段时间还流行一手坐着高铁去台北 这意淫当中 是吧 你自己的都封城了 是不是 还跑去台湾去了 你说对待台湾问题 到底谁是真怂呢 那么美国国内吧 说现在名声凋敝 说现在他可能不怂 很快他就要怂了 佩洛西就算来了 中国也赢定了 因为中国赢了未来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美国当下的确是遇到了大麻烦 美国通胀1980年以来最高水平 是不是 边境危机非法移民处于20年来最严重的水平 这拜登自己都不得不宣称要重新建立南部边境墙 这个墙是他在竞选时候坚持要拆毁的嘛 然后你看拜登又不得不去沙特讨要石油 而美国在2019年就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呀 活生生的被现在的拜登团队用连续的行政令给打掉的 7月20号那天 当拜登的夫人吉尔出现在康尼迪克州 一个冰激凌店门口的时候 旁观的群众高喊说 你的丈夫是美国最糟糕的总统 你还我们汽油钱 吉尔挥手并高兴的回答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这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 所以说呢 美国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确是病了 但是美国的体制呢 它是一个监督纠错的机制 监督纠错的发起人是人民 不像习近平说的 我们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自己纠自己的错 我们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 正如没有完美的人性一样 当美国错了 它有机会扭转 人民甚至拥有什么 四年一次进行不流血政变的机会 什么叫政变 改变政权的机会吧 那么中国呢 不仅被逼着做奴隶 还要做一个善于歌颂奴隶主的铁链和皮鞭的奴隶 所以说这个中美啊 在这个对抗当中啊 你说到底谁会送 我们有个最近的例子 可以做一下比较 三天前 美国国会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计划振兴美国的芯片制造业来抗衡中国 但是美国国会两院的芯片法案表决投票之际 国际芯片行业就爆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说中国已经能够成功制造出7纳米芯片来了 这是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叫Tech Insights 通过逆向工程分析搞出来的 认为中国的确是仿造台湾的进行了一个制成 的确具有了生产七大米芯片的能力 过去中国的芯片生产工业说它落后两代嘛 但是中国的半导体制造它产能极大 这会增加它什么 它学习的曲线 还有学习的动力 挣钱多嘛 然后做的人多 然后最后形成对美国的竞争优势 那么这个7纳米芯片出台呢 正好就证明了美国国会出台这个竞争法案 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估计是正确的 但是中共能够给你的芯片产业 这个如同这个其他高新科技行业的硬商一样的 它什么 它关键技术和关键硬件是在别人手里 现在你说你7纳米搞出来 也许你因为有那么几部光刻机 加上一些盗窃、间谍活动、盗取技术 折腾出了这么7纳米的样品来了 但是这个EUV光刻机是人类最复杂的精力仪器 用几遍后这个眼膜非常容易损坏 如果你不能够进行设备更换 芯片的损坏率会越来越高 成本就越来越高 7纳米粗货就只能是样品 根本没有办法实现量产 所以你说就这一条 我就卡住光刻机不给 中国芯片产业就怂了 美国芯片法除了给自己的产业加油、注资之外的 还同时对中共整个产业进行釜底抽薪 就刚才说的 就卡住你光刻机不给你 那就非常致命了 但是朋友们 这还不仅仅说我们刚才说的 限于科技创新、技术设备这个领域的竞争 还有法案上不用多说的体制竞争问题 中共的体制可怕的不仅仅是压制科技创新能力 这个体制还是一个毁掉善良的一个机制 美国出台芯片法 然后呢 中共在抓芯片人 几乎是与美国国会法案通过的同时 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肖亚青被抓捕调查 这个信息工业部管什么呢 就是芯片生产的主管嘛 大主管 就是目前中国经济领域投入最大的产业的主管 油水实在太大了 是不是 能不伸手吗 数千亿产业基金 现在好 紫光集团的董事长赵伟国被带走调查了 然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员公司 这个大总裁 也叫大基金的大总裁丁文武也被抓走调查了 这整一个行业的最高层都垮了 就出现中共贪腐的一个大特点是什么 就是哪个行业国家需求大 投入大 油水大 就会出现他方式的集体贪腐 国家发展迫切需要能源 需要煤矿 你看 能源产业 它方式贪腐 是不是 山西内蒙 是不是 一查就一蹦 一动就塌方 现在中共你叫办美国 说要弯道超车 搞这个关键产业 芯片业 去年说是 号称没有挣到钱都是傻子 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做民族实验搞做生意 挣了钱 就是热钱滚进来了 然后贪官把钱赚腰包里了 这么个赚钱容易 今年的经济形势这么差 各地财政都缺钱了 是吧 还有大量的各地政府啊 这个社会资本竞相涌入芯片投资 为什么 体制使然嘛 是吧 中共政策鼓励的 你习近平喜欢的产业 你要搞弯道超车 需要这个大量投资 知道你国家会不断的往里砸钱 就这个意思 是吧 最后形成什么 形成资本海啸 中央发现问题了 这么多钱进来不行受不了 各地缺钱的话 你把各地政府的钱拿来投进去不行 一抓人热钱退出 你下去看什么 芯片行业又成了新的烂尾楼了 就这样的机制 你怎么跟美国竞争 你说最后到底谁怂 这佩洛西来不来 中国都赢定了这个判断呢 咱们现在也给它说完了 是吧 他还有第二层意思 就是中共军队打不打 也都是中国赢定了 打了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底气族来职能战 共军战之能胜 习大大是真大大呀 中国赢定了 不打呢 就是有意思 这不打都特别神奇 不打他都能赢 你让他什么逻辑吧 是吧 他说美国国内政治的麻烦 他想向国际转移 我们才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呢 我们沉下心搞经济建设 全面防疫清零 等你们经济垮了 等你们都感染病毒了 我们当然就赢了 你现在说你们美国牺牲一个佩洛西 想来试探一下中国的底线 佩洛西成就了光荣的使命 对美国来说战略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才没那么容易上当呢 我们就不打 我们不上佩洛西的当 你看他这个逻辑 是吧 习大大的智慧真大大呀 中国又赢了 昨天美国国务院认为说 中共这边能够发起的这个军事行动 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 于是中国粉红们非常不高兴 说拜登政府是把他的脑袋埋在了沙子底下 装作看不见 说我们的南海、东海、波海一个接一个的军事演习 你们难道看不见吗 是吧 粉红们很生气 我就想起这个 这老年间的天津的黑社会 蒋树抄地盘 是不是 有个什么办法呢 自残 是吧 都狠 剁自己手指头 你答不答应我 你不答应我 啪把自己一个手指头剁下来了 是不是 小粉红就这个意思 哎呀 你看我都剁了两个三个手指头了 你怎么还是我们没有实质性的举动 气坏了 吓唬自己的 你吓唬自己的别人嘛 可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还判断说你们没有实质性军事行动呢 大家看今天早些时候 中国东部战区发出微博视频 你看那就清楚了嘛 一看 好厉害 好振奋啊 题目叫做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向着连战胜战前进 其实我刚刚一看题目就扑直一笑 是不是 你这个语法错误的句子嘛 向着联合作战胜利作战前进 啥意思 向胜利作战前进还说的过去 是吧 那是一个结果 一个目标 但是联合作战是一种作战方式 向一种作战方式前进 那就好像说 比如我们要向地道战前进 你地道战不是结果 不是目的 你怎么向他前进呢 是吧 这就是习近平一贯的那种思维方式 江山就是人民 我们打江山 你说他到底要打谁 东部战区呢 那是多年的演习镜头拼凑的这个视频 你看看这个视频里面 冬季作战服 夏季作战服都有 当年拿人家好莱坞的电影来宣传自己的军威 梦里面轰炸关岛空军基地 这种做法 这不是第一次了 是吧 你说他这样的拿给人家看 能美国人认为你这是实质性军事行动吗 是不是 你威胁威胁了 然后你拍个军事电影片了 吓唬我们 是吧 再说了 粉红们好不容易看到登陆作战场面了以后 至少可以吓唬吓唬对岸嘛 是不是 那一看 这都是登陆自己家的海滩嘛 小粉红激动啥呀 那枪啊 那炮啊 那坦克 那还不是跟过去一样都对着自己的老百姓 对着你们小粉红吗 实际上 真正透露着双方真实目的和实力的事件呢 却根本不被媒体所评论 不为这些亢奋的粉红们注意的 什么是透着真实目的实力的事件 昨天 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八一建军节大型招待会上讲话 还没讲话的 大家看那个新闻报道那个画面 已经充满了违和感了 七大常委又多加了一个不是常委的王岐山 大家结合一下五天前 针对二十大安排的省部纪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也是七大常委八个落座 王岐山到底是来护主的还是来逼宫的 赶上2018年之前护主的 大家没什么怀疑 2019、2020之后呢 很难说了 反正中共的高层组织生活这么一看 就已经至少是完全不正常了嘛 对不对 大家再看看各位打的领带 是不是 四个红的四个蓝的 跟以往的统一着装是很不相同 很不正常 中共的高层特别怕外界把它的内部的分裂读懂了 所以呢 这个出来马上斧头帮就是斧头帮的衣色的打扮 现在不一样 四分五裂痕迹 非常明显 然后咱们再细听魏丰河讲话 那更是话中有话 咱们说分析中共的这个内政 他说了什么不重要 关键要找他哪些没说 第一 没提习核心 更没有按照高层公开讲话中必须提到的两个维护两个确立 没有说 为什么要提两个确立呢 这两个确立是从两个维护来的 第一维护习近平 第二维护党中央权威 大家一听这两个维护多少还有点什么 就邓小平时代提出来的集体领导的意味 变成了两个确立之后呢 确立习核心 确立习思想 那微妙变化就没有集体领导了 确立都是你习家的了 这个领导核心的说法最早是谁呢 毛泽东提出来的 毛泽东说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 风趣跟大家说 腾子门 你拨开个桃子 拨开个桃子 你拨开它有几个核心呢 只有一个核心 一个桃子拨开了一个核心 而我们要反对一国三宫 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三位老大 其实毛泽东他掰开的是桃子 就有一个核心 但他又掰开一个橘子呢 他就写的那个独立寒丘 湘江北去与橘子周投 是他自己写的词吧 对不对 他肯定知道橘子掰开来至少有七八个核心嘛 一个核心 什么时候就能成为宇宙真理了呢 关键 是不是 还是什么 这是你个人对权利的贪恋 2016年12月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发言 说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对我来说就是责任 我用毕生精力和全部生命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赴唐蹈火万死不死 当时大家听来觉得虽然说话有点虚伪吧 但多少还有点感动 是这个套话 对不对 现在回头看才知道句句都是习近平心里的话 都是大实话 毕生精力 全部生命 那不就是叫什么 终身执政嘛 对不对 赴唐蹈火万死不辞 斗争再激烈 是吧 你打死我 我也赖着不下来 我万死不辞 这意思 眷恋 眷恋最高权力 魏凤和虽然是按照套路说习近平强军路线了 但是我说呢 关键是要看他没有说什么 他没有按照这些年来的这种政治表态 说习核心 说两个确定 你哪怕是过去一个星期之前 这都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所以在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二十大安排会议之后 魏凤和就删掉了这样的表达 显然是在释放重大政治信号 尤其是由军方之口说出来更加具有什么 特别意义 这是第一个重要观察 第二点就是什么 没有提统一台湾 中共军队的政治工作条例规定 就是统一祖国大业 是中国军队的重要使命 这一条年年讲 年年八一都要提的 你这两天佩洛西的飞机和护航的F22中队 都即将飞入台湾领空 在台北降落 竟然还不提了 赵立坚严正以待 到现在什么 叫拭目以待 你看 一个意思叫什么 对抗讲文 别人不吃你这一套 坚持下去了 美国坚持下去了 但是中共这边呢 除了脸被自己打肿了之外 除了羞辱还是羞辱 所以到底是谁怂了 就是我说呢 就是咱们要观察的第一个事件 就是中共军方庆祝八一这个事 第二个呢 真正透露的双方真实目的和实力的事件 来自于外部 刚才说的是内部 咱们这个说外部 有两个震慑里极大的新闻 很容易晃过去了 但是它出现的这个时机非常妙 第一条 7月30号 也就是这个 佩洛西决定启程的那一天 路透社瑞士苏黎世店 说瑞士经济制裁机构主管官员Gabriel 他在这个接受报纸访问的时候说了 一旦中共进犯台湾 他预期中立的瑞士将跟进欧盟 对中国进行的一切惩罚措施 中南海的一想 哇 俄国寡头权贵们多年贪腐的巨额现金 一夜之间归零啊 豪华游艇一搜搜都被拖走的那份凄凉 吓得他们够酱不是 是吧 政治局里面还有谁会愿意打台湾呢 谁打台湾 谁就是政治局常委的真正敌人 这是第一条新闻 30号的 第二条来自于今天一早 白宫方面确认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 在美国的阿富汗的一次无人机精准打击中丧生 朋友们 这一条究竟谁听了会不寒而栗呢 他自己最清楚 是吧 八一招待会 你看习近平 竟然是到了现场都没有站起来讲话呀 这八一招待会 他自认为是最有掌控权 最有资历统治的军队呀 他都没有在他这个一个个提拔起来的将领面前 发表一番讲话 指明一下方向吗 是扎瓦西里的噩耗刺激了他 还是担心自己的钱财化水的那些常委们摁住了他 恐怕要等这段历史走过去之后啊 我们才知道了 如果今天呢 就是把这outline的把这些节目 词都准备好了以后 就注意到这最新新闻已经出来了 这佩洛西将于2号晚上抵达台北 正式的媒体已经报道了 一看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等于第二套方案了 就是说 当天晚上离开马来西亚到台北呢 过夜 第二天上午进行这个正式访问 这也是我在周末节目中说的 大家关注3号这个日子 看来是分析对了 那么好 中国可以继续保持赢定了的状态了 继续在远离世界文明的角落中自嗨 但是佩洛西们将不断的来 这次我又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了 英国议会已经决定将英国议会代表团 出访台湾一事放入日程了 好 今天节目做到这 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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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